寻找就寻见,寇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经侠,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是2022年3月13日 今天呢,我们仍然还是读民数记 民数记第33章 我们一起看33章的内容啊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 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载下面 这个路程呢,也要有的是翻译成战口 就是因为他记载这个路程的时候 他是要那个这个一个地点,一个地点的记载的 摩西尊者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 其路程乃是这样 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 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这是第一站 就是以色列人是从兰塞起行离开埃及的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原来呢,是在追溯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行程啊 那么这就是40年前的事情啊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安营在苏哥 从兰塞,然后呢 到苏哥安营 从苏哥起行 安营在旷野边的伊塘 然后又到伊塘 从伊塘起行 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喜分对面 就在密夺安营 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 经过海中 到了苏尔旷野 又在伊坦的旷野 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安营在马拉 从马拉起行 来到以林 以林有十二股泉水 七十棵棕树 大家还记得吧 有印象吧 这个其实这种叙述 可以让我们回忆一下 出埃及记 立位记 民数记啊 这三卷经书 来到以林 就在那里安营 从以林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从红海边起行 安营在迅的旷野 从迅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托迦 从托迦起行 安营在雅路 从雅路起行 安营在利菲定 在那里 百姓没有水 从利菲定起行 安营在西奈的旷野 从西奈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安营在哈喜路 从哈喜路起行 安营在利提马 从利提马起行 安营在临门帕列 从临门帕列起行 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 安营在勒萨 从勒萨起行 安营在基西拉塔 从基西拉塔起行 安营在沙菲山 从沙菲山起行 安营在哈拉大 从哈拉大起行 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 安营在塔哈 从塔哈起行 安营在塔拉 从塔拉起行 安营在密加 从密加起行 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 安营在摩西路 从摩西路起行 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比尼亚干起行 安营在格哈吉甲 从格哈吉甲起行 安营在约巴塔 从约巴塔起行 安营在阿伯拿 从阿伯拿起行 安营在以逊加别 从以逊加别起行 安营在寻的旷野 就是加迪斯 从加迪斯起行 安营在荷尔山 以东地的边境 大家要注意 它其实到每一个站点 它停留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的地方可能停留几天 有的地方可能停留几个月 有的地方可能停留几年 都是不一样的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了埃及地后40年 5月初一日 祭司亚伦 遵着耶和华的吩咐 上荷尔山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荷尔山的时候 年123岁 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 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荷尔山起行 安营在撒摩那 从撒摩那起行 安营在普嫩 从普嫩起行 安营在阿博 从阿博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亚的边境 从以耶亚巴林起行 安营在迪本加德 从迪本加德起行 安营在亚门迪比拉泰因 从亚门迪比拉泰因起行 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 从亚巴林山起行 安营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他们在摩亚平原 沿约旦河边安营 从伯耶师墨直到亚伯石亭 那也就是说 这就即将要渡过越旦河了 那也就是说摩西 他的死期也就将至了 耶和华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 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实相 和他们一切著成偶像 又拆毁他们一切的秋毯 你们要夺那地 住在其中 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事年纠 承受那地 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拈出何地给何人 就要归和人 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敢出那地的居民 所融流的居民 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 泪下的荆棘 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 扰害你们 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 也必照样待你们 这就是民书记的33章 其实33章是主体内容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是它是一个追溯 把这40年来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 然后一直到到达约旦河边 这40年兜兜转转 所有的那个形成的每一个站点 一站一站的连接起来 就是实际上它是勾画了一个 这40年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来到约旦河边 他们这40年来所惊醒的地方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相信摩西在记录这些的时候 会带领以色列的众首领 众长老乃至全会众 追溯往西 是吧 追溯附近 就是这个对历史的这种梳理 那回头看一看我们走过哪些道路 是吧 我们经过了哪些地方 在哪些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需要记取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就要进入流奶于蜜之地 要开始我们的新生了 那么我们过去的40年都是漂流在旷野 我们现在马上呢 我们这个民族就要去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去了 那么在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40年我们所走过的路 对吧 就是说没有捷径 真的是没有捷径啊 我们所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这是神的美意啊 真的是的确是神的美意 那么那么最后呢 是他们即将要渡河 是吧 渡过越战河 那么神呢 又给他们啊 再次的嘱托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 神的这个再次的这个小玉摩西所说的话里面 非常重要的有这样 两点啊 那么 其实是一共是神嘱咐了三点嘛 一个是你们进去要把他们的偶像拆了 是吧 要把那里面的这个 这个 要把他们的偶像毁灭 要把他们的祭坛拆了 要把那里面的居民赶出去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就是 你们应该如何分配土地 是吧 第三项就是说 如果你们不赶出去 会有什么后果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啊 这个因为分配土地 前面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嘛 是吧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 其实 大家看 其实就是啊 你们要赶出那里的居民 要毁坏他们的一切的实相和偶像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如果你们不赶出那里的居民 那么留下的居民呢 就会成为你们眼中的次累下的荆棘 就会在你们所知的地上扰害你们 我素常有意怎样带他们 也比照样带你们 那什么意思呢 那那有的人说上帝不是恩慈的上帝吗 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把原来迦南地的这个 这个原住民们赶尽杀绝呢 是吧 是因为 实际上呢 是上帝呢 其实是啊 就是以色列人实际上 在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的军队 他们实际上是要来到迦南地 把背弃神的迦南地的居民 把他们 把他们赶走 因为神呢 就是其实已经给这个迦南地的人呢 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 希望他们能悔改 但是他们并没有啊 他们拜偶像是吧 他们有这个 这个雕刻出来的石像啊 有这个烧柱出来的偶像啊 是吧 他们呢 就是信奉假神 而不信奉真神 那么这个是对神的悖逆的最大的罪嘛 然后呢 神告诉以色列人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 不把那地的居民都赶走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不都赶走的话 那肯定会留下妇人和孩子 对不对 对 那么留下的这些将来就会成为你们眼中的此类下的经济 就会扰害你们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使你们的这个啊 你们的这个种族不纯粹啊 会破坏你们的信仰 破坏你们的信心 那么时间久了 你们就看不到真神了 你们就不会再顺服依和华了 你们就会与他们行淫乱 那么然后你们就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你们就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那如果你们要是重蹈了他们的覆辙的话 过去我曾经怎样对待他们 那么将来我也会怎么对待你们 就像我兴起了你们以色列 然后去把这个迦南的败坏的这个人 把他们从迦南地驱逐出去了 那么如果以后你们以色列也败坏了 那么我耶和华也会兴起别的 会兴起别的来把你们以色列人也照样的进行惩罚 所以说我们看神就是这样啊 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 耶和华神从来不是一个呢 就是说事先不讲清楚 事先不说好 然后呢 姑息养奸 是吧 等你犯了错 然后我再来惩罚你 或者说采用引君入瓮的方式 钓鱼执法 引诱你犯错 犯罪 然后我再借这个罪名来除灭 来惩罚你 神从来不是这样的啊 神一向都是先把自己的典章制度 先把要求先把这个约定 以及如果信守约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会得到什么样的丰美的报偿 是吧 如果啊 就是毁约的话 会遭遇什么样的结果 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从来都是说的清清楚楚的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 非常可惜的是 就是人类常常是眼中有刺 泪下有惊急啊 啊 就是完全是睁眼瞎啊 完全是呢 就是这个啊 冲耳不闻啊 完全是呢 就是这个悖逆啊 就是就是神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神就是真理 神就是道路啊 神从来都是说把你应该怎么做 你要遵循什么去做 你要追求什么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失去什么 啊 如果不这样做 你会怎样 是吧 从来都是说的很清楚 但是人常常是 在神啊 提前啊 预步这些的时候 在神提前预警的时候 警告的时候 人常常狂妄自傲啊 完全不放在心上 完全的不放在心上啊 所以呢 我们几乎可以啊 就是说你 你不用往后读圣经 你几乎都可以 预知以色列人啊 后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后来会遭遇什么样的审判 什么样的刑罚 哎 所以啊 这真的是啊 非常值得我们呢 这个吸取教训的啊 那么实际上你就是在 他们未尽迦能已先 神就已经给他们以警戒 敲响警钟了 希望他们警钟昌明 不要重蹈覆辙 但是人类呢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 这是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啊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要每日亲近神 聆听神的话语 是吧 就是我们呢 应该要时刻的提醒我们 我们通过读这个圣经 通过读圣经里记载的前人的 他们的历史总记 是吧 通过他们的得失 然后呢 我们当作一面镜子啊 来来看见我们自己 然后避免重蹈覆辙 那要永远的要记住 神就是道路 神就是真理 我们遵循神的话 遵循神的指示 我们就可以一直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就埋头啊 这个走脚下的路 心里面就要把神的道路 神的真理啊 奉为归念 这样呢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哈利路亚 我是若思史经侠 今天是2022年3月13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我们明天见